現在我要為大家介紹的這支手提包 它的命名為真愛 是在 1978 年的時候 由達文西的一些研究學者 在達文西的許多手稿碎片當中所發現 他們直覺認為這是一個手提包的設計 所以在經過一番拼湊之後 完成了背後達文西完成手稿的設計圖 他們將這個設計圖交由 佛羅倫斯當地的家非常有名的皮革製造商 也是一個家族企業 叫做Girardini Girardini這個家族跟達文西 其實有一股深厚的緣緣 因為著名的畫作 莫拉麗莎的這個女主角 喬火達夫人 她就是這個家族的一員 他們在1885年創設了這個設計飾品公司 這個皮革的設計 雖然時間已經年代許久 可是500年前的設計 還是可以溫入當今所有流行的美感當中 這就是達文西帶給你的 除了在繪畫公益 還有建築各方面的天才 領域方面 另外一個驚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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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